国语有生善书 无极正道愿名正堂善书 财路因果论 主著先佛为财神 第九章破财 财神比干将 诗曰 经成一贯莫为心 对己待人细着真 不至不求偿养善 快活人世自来临 圣世 俗云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众生因为追求温饱 时常违背本心 从事乖得被善之事 然则 更多数众生是一般需求已经足够 却为了享热 施行低下手段 长此以往 素氏积累的福报已在今生响尽 所以恶性循环 众生永远无法摆脱明将利索 而且永世沉沦在苦海之中 素氏过分贪值名利 今生必然破财 其实道理浅显易懂 因为素氏追求名利 便会施行许多卑劣手段 虽然逞得一时的快活 但是恶业累积 延荡今生 所以报应丝毫不爽 不是不报 而是时辰未到 更因此 恶业亦恐千累亲友 例子亦如过江之计 所以 是人生存所为的 不是一时之快 而是永恒之热 莫因私利损得 才是人生正道 破财的现象大概可分两种 其一是懂得理财 其二是不懂理财 懂得理财为何还会破财呢 当然是累业千产 以至积存一笔财富后 却因他人之意外而付出财产 不懂理财节俭自尊者 当然更是累是恶业牵扯 不过此类之人 恶业又更重于前者 富而可求者 虽执边之事 无意为之 不可求者 从无所好 孔子虽然不从因果论上阐述 但即以此说表明 今生必须坚守道德正道 即使是地位低下的行业 只要不为心 都是可以追求的 延伸此理 世人素是如何 已是不可追的结果 但为了家族或来生 今生追求财富 仍然不可大逞私欲 愿者不得 愿者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